活不可一日无君,望先皇遗诏,宣皇太女李长歌,继任大统 子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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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我来这干嘛 长歌 我想给你一个惊喜 我也有惊喜小给你 我腹中的灵儿,还有大统的皇位,明日会要一并抢给你 子彦快看,流星 不知道母皇会是哪一刻 长歌 你想知道吗 那我现在就送你去见他 你想干什么 你安心去吧 你的皇位 就由我来替你 这就是你要给我的惊喜吗 怎么样 喜欢 子彦 您是想让我死吗 我还还了你的骨肉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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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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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我 求求我 百统 耶耶的骨肉 我已经帮他还了 哪怕是一腕 也是多余 你知道吗 你这周天 我看着就讨厌 我现在 让你回来 瞧瞧我们的皇太女殿下 恐怕到了弟弟 连贤皇都认不出了吧 长哥啊长哥 你 我不可一日无军 奉先皇遗诏 宣皇太女李长哥 进任大统 长哥 完了 皇太女李长哥 十足跌落悬崖 新记者赏金千两 冲万户豪 怎么不这样 妹妹 怎么会这样 你能感应到你的痛苦 你们始作绝没那么紧的 你要查清真相 都怪我 皇太女为何如此笑不开呀 怎么就这样丢下她和江山设计 你这样一死了之 不是你一个人的错 我也有份 苏龙和王这一切少灵 我不小心睡着 醒来她就不见了 我该死了 都别过来 都是我的错 没能掌握好公主 我 苏熙 父母要做什么事 今日 要随公子去 父母 父母 你和皇姐夫妻情深 你怎么让她忍心在九卷之下 看见你伤害自己 父母 还给你 哎呀 哎呀好疼呀 流了这么多血都疼死人家了 走找御医去 黄姐你看你的东宫我占了 你的木马我也睡了 就算你化成 也是最费的那只 今天的戏也都不算 说怎么样了 多亏了你指点 补出联系 怎么能骗过那帮老家伙 接下来 就只剩下船骨玉玺 玉玺 玉玺在哪 你是她最疼爱的妹妹 难道混音 你还是她最爱的诊鞭人了 她不也没告诉你吗 怎么 我怕私人了 其实今天早上 我好像看见你这 笑话 昨晚你明天吐了他一句 再 从万丈悬崖掉下去 不死同飞升天了 哎呀行了 你看你 多大点事呀 传国玉玺 我自会想办法 你现在 就专心的事情吧 啊 哎 你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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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鬼 在胡闹什么呀 李长哥 我看见李长哥了 还帮回来找我所命了 你要是在乎 我就把你扔出去 子彦 你别操 我害怕 有鬼 你 告诉你 你赌不着 成大事这心就要狠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明天出遍 你这个样子是会坏我的大事 谁呀 我错了 我保证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从现在起 我一定好好配合你 演完这场戏 这样才乖呢 等明天发完丧 李长哥 说三个字 就会成为死人的名字 而皇位 也会落入我们的手中 对 到时候 我就是明面上的女帝 时弦就交给你这个摄政王 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谁让你是我的男人呢 你能这么想 很好 但这些怪力乱神之术 薛子彦 从来就不信 就算你这么活着 尽管得找我好啊 你才刚出生 你的父母 就惯不期待着 在你的东宫和别的女人 拖起 谢谢 小婶和他们无关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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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姐 你不要离开我 姐姐姐 说圣女士王国 你让我的宋作是陛下的旨意 公主你不能抗旨啊 妹妹 妹妹 姐姐 姐姐 你家都一定要回来看我 姐姐 你一定不要忘了我 妹妹 姐姐 你回来 姐姐 妹妹 姐姐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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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你要等我 妹妹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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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 姐姐 回来 态晚了 前道不过 让你我 分辨了十二年 那就从今天起 天明复仇 王爱玉殿下出兵 百官跳跃 一叩手 再叩手 三叩手 驸马薛氏上香 长哥 你竟然爱我 甘子爱到你 为了我的大业 安心的去哪 也不怕 负妻一场 公主礼貸上香 高庆 你死不死我 就别冲来吓人了 把你们四姑娘一起走开去吧 太妇柳氏上香 殿下 你才二十岁啊 殿下 你不能丢下满长文物 我不管了 殿下 柳太夫他和皇太女仕途情深 如今却白发人送黑发人 哭哭啼啼 成何体统 付到人家 就是上不了台面 如今 先帝驾崩 皇太女西去 秦臣无首 天下将乱 党武之急 是要选出一位新军 匡扶我朝江山设计 可先帝西下 只有长歌公主一个女儿啊 皇位空拳 霸朝多日 再不能这样下去了 应该 立刻离新军啊 诸位 公主 婚事 我比在座的各位 都要难过 但如今 私人已逝 我等能做的 只有匡扶大洲设计 稳定疆土了 我大洲 经过圣祖开国以来 例行图治 才有如今的圣语 可千万不能在天下大乱了 故 我提议 立戴公主 为新帝 带领我等 共襄圣局 什么意思啊 他说立就立 他一个皇室的坠绪 有什么资格应论出去 你小声点 他手里可是握着 长歌殿下的兵符 可以调动西北二十万兵吗 诸位 皇剑林走前 想留下一封遗书 要把皇位传位于我 我实在愧不敢当 还请诸位 定则明军 诸位看哪 这果真是长歌的笔记 长歌之前早就 他厌倦了朝堂斗争 导致他心里焦脆 他早就有退位让贤的意思 长歌 公主出兵的这天 你在他临位面前更换处军 恐怕不妥吗 不得和我 当着他的面 替他处理他的身后事 这样他在天有灵看他 才能够安息 我提议 立戴公主为新帝 诸位可有意义啊 我复义 我也复义 臣等复义 你们 好 既然没有意义 那即刻起 立戴公主为新帝 是 是 我反对 我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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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回来了 谁叫回来了 有鬼 有鬼 殿下 紫衣 几日不见 你别说 长歌 他的脸淋淋被李戴滑烂 可现在却没一滴下子 这怎么可能 他是冒白花 这不可能 他肯定是冒白花 对 你根本就不是李长歌 你看清楚啊紫衣 我是长歌 你的发青 我是李长歌 他不认识我 那你呢 你可是我最疼爱的表妹 你也不认识我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你们刚刚抱着我的牌 也哭成一片 我就是不希望我死吗 怎么现在 我回来了 我没有死 你们反倒不高兴吗 怎么回事 不可思议 你别过来 别过来 你知道吗 你这张脸 我看着就讨厌 现在 就毁了 你不是李长歌 你究竟是谁 你不是他 你究竟是谁 这么肯定 是你亲手杀了的 紫衣 我怎么敢去 你好像不想让我回来 我比谁 都想让李长歌回来 只可惜 你根本就不是 你只不过这张脸 长得比较像他吧 他的眼神气长 的确和殿下不太一样 你们慌什么 没看见影子吗 那白天的哪来的鬼 有影子 没死啊 殿下回来了 所以 殿下没死 他真的回来了 地上有影子 只能证明他不是鬼 可是 是不是殿下 很难说呀 铺马一个枕边人 都说不是 我看 他就是个冒牌货 没错 他就是一个骗子 锦上十五年春花着急 你出此景 我把我当公女 向我问路 四年 你轻止赐婚 出弄母皇 他要杀你 是我拦下 三天前 母皇头七那天 你 够了 子叶 我们俩的一点一点 别我都记 这下你们相信了 这么说 他真是殿下 那还出什么病呀 这不是胡闹吗 可不是嘛 就不应该这么早地发丧 人才刚刚失踪 就应该先找一找嘛 既然殿下平安归来 那改立新君之事 就不作数了 为什么一个死人 突然冒出来 改立新君 大胆 尔等竟敢谋逆村位 我乃先帝 遇指清风的皇太女 大州名正言顺的储君 谁敢遇 那就是犯上作乱 当主九族 这位姑娘 长得像长歌 是你的福分 可若是拿她招摇撞骗 那可就罪不可恕 你说你是长歌 好啊 那我问你 先帝头七那日 晚上你跳崖自杀 你可还记得 哼 自杀 他眼开就要登基了 快跑去自杀 那天晚上的事情 我实在记不起来了 我醒来就在崖底 我头好疼 子彦 你说会不会是有人 把我推下去 究竟是冒名顶替 还是长歌是你 死里倒生 你贵为金之玉叶 谁敢推你啊 那天晚上 你去寻短剑 也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和戴尔 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瞒着所有人 你们也要去知道 李戴尼也有份 不过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允许 这样的事情再发生的 以后 我会寸步不离的 守在你身边 不会让你再受伤了 嗯 长歌 我们回家吧 你绝对不是长歌殿下 太夫 太夫说什么 哎 那他到底是谁啊 你知不知道 你在跟神说话 他不是这样 他是我一手教出来的 言谈举举 说话 吃饭 每个细节 我再熟悉不过了 你绝不是他 好啊 诸位都看到了吧 太夫亲自指认 他根本就是个假的 这太夫指认了这 到底是真的假的呀 殿下他怎么了 你把他怎么了 太夫 你冷静点 殿下他是我的半生心血 我不能没有他 他到底是真是假呀 哎呦 难受这 长得一波 呀 我的长歌 当我 我 你 长歌 你平时一向与柳太夫 师徒情深呢 怎么 今日在众人面前 闹得如此 能看 更还用问吗 他根本 就是个假的 是个冒牌货 代公主在胡说什么 他不是殿下 难道你才是吗 你刚刚明明说他是假的 我刚刚一时激动 眼睛花了 再说了 代公主每天跟在驸马后头 装枪做事 也不怕惹人笑话 放肆 说什么呢 你 行了 主君的真假 并不是谁说一两句话 就能验证 那依你看 要怎样呀 来人 带上来 是 带上来 带上来 怎么样 纪约 认识了 你亲手驯服的汗血宝马 性子极烈认主人 除了你之外 若有人骑上他 就会被活活摔死 不敢呀 你这个冒牌货 终于露馅了吧 莫非 你不是长哥 我只睡一尿一下 你们怎么这么着急 就跳脚了 少废话 今天你上也是死 如上 也是死 你说他敢情 到底谁死还不一定 我看他有点怂了 要上了 要上了 上不去了 上不去了 对啊 没事 让他个猫捞起来 好 太过了 没问题 这肯定是真是真的 没跑了 看来他真是殿下 莫非 他真的是长哥 这怎么可能 这不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 畜生尚可知道认主 有些未不熟的 白眼狼连畜生毒 你 来人 在 大公主诅咒本宫 死最可免 活最难逃 中打四十大板 比锦笑容 放手 你们这帮狗奴才 他就是个骗子 慢 既然长哥已经回来了 那不如即刻 展位登基大领吧 什么 让他登基 你疯了 他就是个骗子 放肆 疯的人是你 到现在还可侮辱陛下 与他二王子 滴血认亲 对啊 滴血认亲 我怎么把这查忘了 放手 表姐 我错了 我该死 还请表姐受罪 既然表姐已经回来了 那就请表姐 赶紧一部金兰殿 赶紧登基吧 陛下早就该登基的 不能再拖了 好 那就几日准备 立刻登基 奉天承愿先帝赵约 黄泰女 李承哥人品贵重 身孝正宫 必能刻成大统 着 既阵登基 既皇帝位 签字 慢 所朝规矩 新军继位 两样幸福缺一不可 一是先帝遗旨 二是传国御席 我问你 御席呢 诚哥殿下心思细腻 怎会旺诞玉玺 进殿登基呢 连这一点规矩都不懂 我看 他就是个冒牌货 让这样的冒牌货 几位 本相绝不答应 我这把剑 绝不同意 没有玉玺 他这登陆 是啊 那玉玺在哪儿呢 瞧我这个脑子 这牙刷坏了 记性不大好 我给你记着呢 来人 把东西抬上来 是 此物 是在长哥书房的暗阁里 找到的 先皇临终前 将藏有玉玺的宝侠 托付给他 而其中的破解之法 只有长哥和先帝本人知道 你若是想证明 你是李长哥的 那我去打开 妙 妙啊 我把这计设好啊 请吧 怎么 怂了 你个骗子 招摇撞骗到朝堂上来了 这样子跟表姐有几分相像 竟然还敢聚皇权 你个癞蛤蟆都敢 我为什么不行 你 哈哈哈哈 长哥殿下对他的表妹代公主恒爱有加 怎么会像你这样侮辱曼吗 你的修为还是浅了 人心都是会变的 更何况 我就劫后重生 现前大变也是云之长期 我怎么觉得经常像你变得这么陌生 更像是大表妹 你少说废话 你少说废话赶紧开锁 对 开锁 公主 二皇子 快 学我二皇子进店 放肆 今天是我当机大女 轮不到你才 好了 好了 废话少说 拍子 你要是长哥殿下 就当着大臣们的面 哎呀 他一个冒牌货 你们这不是回难他吗 再高明的骗术 不怕有川帮了吧 残痛 我对我这一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果然是个冒陪货 来人 把他拿下 慢了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被你这只疯狗 废得我脑子乱了 都问错了 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若再开不开 我就将你 割杀我 刚才满朝文武 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可是这锁 怎么还打不开呢 我看你就是个冒烦祸 来人 慢 此锁乃是神将特制的机关锁 只要失败三次 就能将开锁者炸的尸骨 从那传国玉玺 传国玉玺 乃上古和田玉祖之 刀枪不入水火 不用太担忧 无险就让他再试一次 反正等他拿到玉玺 他也算是将功是罪了 此得其所 驻马言之有礼 那就直接让他炸死了干净 好 我可以开这个锁 但是你 你们 敢不敢打一个赌 一个俏梁小丑 我还敢在这谈条件 你也非 你个骗子 拿什么跟我们 就凭我是大周新帝 李长哥 就在这装枪做事 反正你也是个将死之人 本宫就大发慈悲 跟你赌这一回 那金丞相 你也敢不敢跟我打这个赌 你要能打开这把锁 我脱衣永远时钟 那多羞辱 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 那我也可以接受 你少废话 到底要赌什么 就赌你们手中的兵权 先帝将天下兵马分为十路 做十只虎子 分别交由不同的人手里 我这儿有一只 我母后那只 目前也在我的手中 其余八只 在宇文将军和七位大臣手中 如果我今天解开了这把锁 你们就把剩下的虎符都交于我 我们的虎符凭什么给你 是啊 你们不是认定我不是李长哥吗 那你才怕什么 为什么不敢赌 赌 二皇子 即便他开了锁 那不可能是李长哥 这皇子这边请 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 赌 我也赌 赌 我也赌 赌 我赌 赌 有魄力 给你也无用 你又不是李长哥 你拿什么给 你个宗室外亲 说好听点是个公主 说不好听点 就是个没有实权的废物 你 本宫再不济 也是先帝亲风的公主 不像你 冒牌货 那你拿什么跟我赌 你把满朝文武都脱下了船 自己却跟个没事人一样 这不合适吧 你到底想怎么样 如果你输了 就脱光衣服游街市中 怎么 不敢 我有什么不敢 反正你也是个骗子 废话少说 开吧 今天是索 要开也得开 不安 也得开 快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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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啊 好 大开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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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可能 看来他真是定下 完了 完完了 我们的兵权 我们的虎符 这下可怎么办呀 这怎么可好 不是说 不是冒牌货吗 现在怎么说 慢着 难道你们真的相信 他就是李长歌 我手握船国玉玺 生怀十道虎符 我不是 难道你是 你认或不认 无所谓 因为你就是一个卑鄙的小人 你应该认清自己才是 掉命 这锁开的是运气 胡夫也是你骗的 至于这张脸 很有可能是易容的 要想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的李长歌 我看还是滴血厌亲 比起来 对 是或不是 一厌见分晓 我怎么把这事儿给我 长歌殿下有个弟弟二皇子 他身为男子 虽然没有继承神 但却是实打实的 先敌血脉 只要让他和二皇子 逼血厌亲 他的谎话 自然不公二伯 来人 宣二皇子禁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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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山 无必多礼 我听说有人冒充我皇姐的身份 谋权篡位 是哪位啊 二表弟 你来得正好 这个贱人 混淆皇室血脉 你再不来 打出到江山 都快要被他给霸占了 你真不是我皇姐 至于不适 一验便知 来人 备水 这血 血 这 这不可能 这水有问题 是不是你家的名凡 有没有作假 换个人一试 你来 殿下恕罪 罪臣有言无主 臣该死 该死 哎呀 他就是殿下 殿下恕罪 罪臣该死 殿下恕罪 罪臣该死 殿下恕罪 我和长哥是双生女 自然也和二皇子血脉相连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他真的是长哥 这不可能 你到底使了什么鬼节 你快 帮你 你竟敢冒犯储君 错 是冒犯圣上 我才参见陛下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臣弟恭贺皇姐容灯大宝 愿吴皇千秋万载 一统江山 紫燕 真的是他 他回来找我们报仇了 滚开 臣夫 也恭候陛下 容灯大宝 祝爱卿平身 谢陛下 陛下 陛下 臣等都是被李戴这个奸贼蒙蔽 错认了陛下 求陛下开恩啊 是啊陛下 求陛下把兵学还给我们 陛下 没有护福 我们就趁空架子了呀 愿赌服输 兵权关系到国家的安危 想让你们这些国徒重守 趁心难安 你们七军往上 行通谋义 正不追究七军之罪 已是宽宏大量 还敢讨要兵权 大胆 是谁教唆你们 藐视天威 驻马 李戴 你们一口咬定陛下是冒牌活 现在怎么不说话了 是你 我真意在背后搞得贵 我 把古福还给我们 找他也没用 古福在我手中 紫燕 真要感情 若不是你 这又怎能刚一登机就收回兵权 是你谋划舍下的技 为他 就是夺抢我们的兵权 你吓得好大一盘气 朕随定过其日百国朝宴 就将这十枚虎虎 亲自赐给 过其日百国朝宴 就将这十枚虎虎 亲自赐给 太怠惰了 这是什么意思 紫燕 到现在你都不明白朕的心意 朕爱你 朕要把江山都送给你 金泉只有在你的手中 朕才能安心 乱臣贼子 还想谋你 放肆 谁敢动他一个 还骂我猪他九族 小白脸 你魅惑君上的本事真高 真高啊 这梁子 把我们结下 往后 咱们走着瞧 长哥 你刚才说的 都是真的吗 你 真的是长哥 紫燕啊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我李长哥 还有哪个女子 能对你这么痴情啊 明日 朕就带你去黄寺风扇 昭告天下 赐封你为黄 心动 还赶紧上钩 有道理 这种傻事 只有李长哥那个傻子 才做得出来 长哥 恭喜你 登基称帝啊 作为你的夫君 为夫 于有容焉啊 紫燕 你别被他骗了 他回来就是找我们报仇的 你别忘了 是我们把他从后宠 闭嘴 我警告你 以后说话给我注意点 后世 果然是你 好啊 这不血还深仇着 咱们慢慢算 后世 我的头好疼 我记得我坠崖的地方 就是后世 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了 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呀 那我来告诉你 贱人 谁让你在陛下面先这么说话的 你打我 我肚子里可是怀着你的苦肉的 你们 紫燕 你们 我 我们早就在一起了 我告诉你 他是我的男人 尽管你是一国之君 最后你还是输给了我 贱人 生性放荡 阴乱 恭维 归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我警告你 我对长哥 一心一意 你呢 就别白费力气了 请你自重 雪子叶 刚刚我们的赌约你还记得吗 我若是赐证身份 你就脱光衣服 由公示众 你休想 我好歹也是先帝欺负那公主 我看你们谁敢动我 疯你 那是先帝之耻 礼代 从即日起撤出封号贬为庶人 那我是不得入宫 来人 扒了他的衣服 由公示众 不行 放开 你们这门狗奴才 本宫要杀了你们 住手 你们住手 就是他呀 那公义父嘛 陛下早就知道了 就差没有桌尖在桌 可不是 真当自己是公主了 要不是陛下求先帝赐封她 她称死也就是个郡主 欢迎眼狼 滚开 滚开 都给我滚开 你们一个个的都不想活了吗 滚 我们是死是活 陛下说了算 你个落了毛的山鸡 还不让人笑话了 我们能尽管 我们能尽管笑话 只要我肚子里的骨肉还在 雪子爷迟早会来找我的 你们一个个的都给我等着瞧我 主上 金城行被你贬官 在下容自杀了 不忠之臣 死不足心 我怕你调查的事情怎么样了 根据暗中翻找的鱼医卖案记录 长歌殿下确实被诊出了喜脉 果然 雪子爷 你贷 不计害死了我的妹 还害死了她腹中的孩啊 我要让你们俩 谢债谢长 您既然要报仇 为何还要把好不容易才掌握的大叔兵权 拱手送给雪子爷那个人渣呢 天要让其王 必先令其广 我就是要让他们得一旺行 然后自取灭皇 陛下英明 明日皇寺风扇 你按我吩咐的去做 日年出刑 百姓回避 日年出刑 百姓回避 日年出刑 日年出刑 百姓回避 咱们新登基的女帝陛下 跟皇父真恩爱啊 可不是吗 今天就是要带他去皇寺风扇 亲自测封他呢 能得到陛下这么大难闯 这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啊 我才是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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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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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开臭药犯的 减少了生架 你有几个脑袋 日年出刑 而是 子修 我才是你的唱歌 我才是唱歌 我才是唱歌 我根本就不记得了 子修 我才是你的唱歌 字好 对 关 Players 大胆 谁让你进来的 表姐 我知道错了 我不求你能原谅我 只求你能喝下这杯赔罪茶 好让我能安心上路 你这是要以死谢罪吗 我死至罪孽深重 唯有以死才能解脱 既然你是将死之人 那我 表姐 你是害怕这酒有毒 好 我先喝 这下你放心了吧 既然你诚心悔过 那我就成全 咱们都是表姐妹 我怎么舍得让你死呢 是吗 可是我做梦 都想让表姐你死呢 什么 你 限制 还是那么蠢 醒了 不得不说 你命是真大 不过可惜 这次你逃不掉了 你知道吗 我从小就恨你 恨你是皇太年 而我只是一个郡主 恨你高高在上 而我却要对你跪拜行礼 恨你装得高贵善良 就显得我卑贱恶毒 这个世界上既生了我礼贵 又何必再生你这个长公主 来人 给我好好伺候 我要让他 彻底发烂发臭 阴阳湖的把戏 不过是我玩剩下 也敢拿来现场 也敢拿来现场 进去 好生伺候 务必保证他发烂发愁 好生伺候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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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过来 来呦 不要过来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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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咱们一哈玩玩 哎呦 哎呦 李大 下辈子投胎 不要再做李家了 你不配 你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你们要的人不是我 走开 走开 本宫是公主 你们真敢冒犯 再过来 本宫就斩了你们 公主 子爷 我们的孩子没了 子爷 子爷 我们的孩子没了 子爷 怎么回事啊 是李强哥 是李强哥这个贱人 他找人玷污了我 还害死了我们的孩子 你去杀他 你现在立刻去杀了他 我要让他 为我们的孩子陪葬 杀了他 七日之后便是百国朝宴 到时候他要把十路兵权 都交在我的手上 你让我现在杀了他 我疯了 杀死业 那可是你的亲生孩子 也是吗 张哥怀的 不也是我的亲生孩子吗 还不是被你害死了 这叫一报还一报啊 很公平的 你这个畜生 你这个畜生 现在清醒点了吗 告诉你 从人数 成为坠绪的那天起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需要权力 至高无上的权力 谁敢阻止我 我就杀了谁 你一顶不离开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做贱人 就应该有贱人应该有的样子 而你呢 你看看你啊 你看看你 你现在的样子 只会让我觉得倒胃口 我是不是告诉过你 我喜欢有价值的女人 而你呢 你只会让我觉得恶心 你只会让她 伤心 你这就会让她 我 我 你只会让她 子依 谁死了 陛下难道不知道吗 李戴啊 他腹中的孩儿被奸人所害了 陛下 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陛下 该不会是你干的吧 撑 朕的身份何等尊贵 怎么会和一个贱民瞎搅和 子叶 你听谁说的 我听李戴说的 他被一群坏人欺负 然后找上了我 朕早就把他逐出宫门 贬为庶人 子叶 你贵为皇夫 切不可和这些不三不四的 贱臂瞎搅和 可是 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让人不得不信呢 倒是你呀 长哥 你怎么变成现在这副样子了 我都快认不出来你了 那我之前是什么样的人 任凭百步的烂好人 还是容易被拼得蠢 我 好了 子叶 这百国朝银在起 我每天忙得焦头烂额的 你应该为我分忧才是 怎么还会因为这些 不相干的人和事 浪费精力分神呢 陛下说的也对 刚才 是我没有分寸了 那要不这样 咱们赶紧回宫 准备宫宴事宜吧 这就迫不及待了 我只怕你到时候承受不住了 我一个老婆子 哪来的福分 敢劳陛下安排用善 子叶的娘亲 就是朕的娘亲 真偏子叶尽孝是应该的 这话听起来是好听 不过孝顺一时 孝顺一辈子 可就难了 娘 这是陛下的一片心意 眼下 除了您 还有谁能被女帝亲自示好呀 以后的宫宴呢 咱哥有得吹了 那还不是你哥有本事呢 上菜 这是朕专门让御膳房 特意为你们做的 你们不打开看看 这 长哥 你这是什么意思 长哥 你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 李大在黄寺找过 他跟我说 我们两个有一个孩子 而且还未出生就死了 这是真的 长哥 是 我们的确有个孩子 但是御医说 孩子先天不足 所以为了你的风体着想 只能一碗药 流掉了 李大 他是胡说八道的 他就是个疯婆子 癫婆 他说的话你不能些 真的吗 你看这菜 也太学心了 咱们刚从黄寺回来 里面吃些清淡的 来人 把菜 我竟然突然想起 还有奏折没品 你们一家吃吧 这个贱人 他就存心的 他才刚当上皇帝几天 就想给你个下巴尾 这往后的日子 你该怎么过呀 哥 苗 我觉得他不是李长哥 除了那张脸 没有一个地方向他 我觉得也是 他事或不是根本就不重要 等到百国朝宴一结束 兵权到我手中之后 他就是个废物了 之后 你让王位 由我来走 为什么我总是能感知到你 是不是你还活着 如果你还活着 你要在哪 你脸上的伤痕深可见骨 想要掩盖 只能用新人皮缝合 这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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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 我能帮你的 就到这了 往后 你就顶着这张脸 重新生活吧 紫衣 我快回来了 你一定要等我 女儿 这能醒吗 她可是女帝 你这么做会不会太过了 娘 您忘了 她前几天才刚吓唬完我们 我不把她的气焰灭下去 以后啊 可怎么过啊 再说 她要是死了 那我也算帮我个一个大忙 陛下您辛苦了 这是我为您准备的生汤 您用下吧 有心了 我来吧 味道不错 陛下 您可有什么不是 称好得很 你不是李长哥 别胡闹啊 哥 他不是李长哥 李长哥的云浆过敏 这生汤里 我可是放了大瓦的云浆 他居然毫发无声 那你是谁 我就是李长哥 还嘴硬 别担心嘛 趁这几日调理身体 让御医给我研制了几味药 这里面有个药材 刚好与云香相克 什么 二位要不要找御医 咽一下呀 陛下 他这是一个小孩子 瞎胡闹 您可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 陛下 都是我叫牛方 冲撞了陛下 还请陛下凯恩 请陛下恕罪 朕可以不追究 只要你能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帮我尝一尝这百花路 有命 你明知道他花粉过敏 你这不是要他的命吗 是啊 救我 那他给我喂云浆 难道是要弑君吗 你这毒妇 休想害我女儿 来人 炫富薛世 冒犯君上罪不容诛 脱下去 掌嘴二百一 请笑容 我可是你的家婆 你放手 你们放开我 你是个贱人 真不 真不离要打你 还要帮你教教女儿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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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 女儿 我的脸 我的脸好硬 我的脸 好硬 好硬 看来这百花路 果然不ocide 多谢了 家姑 放开我 你是个毒素 放开我 女儿 这是真傻 女儿 你是个毒素 平击四尘 你是个毒素 反应说 明天就是百国朝夜 他们在这个结果眼子上舞逆针 实在该死 真不惩罚他们 可难以服众 子烟 正这样做 你会理解吗 毒素 你个毒素 你放开我 够了 我说够了 住手 紫烟 我回来了 站住 哪儿来的疯婆子 敢闯皇宫 找死 我是李长哥 我是皇太女李长哥 这年头什么疯婆子都有 再不走 就怪老子都不张眼 谁呀 谁呀 这么不张狗眼 知道孤大娘是谁吗 戴儿 真的是你啊 戴儿 你谁呀 本公主可不认识你 别乱拍皇亲国戚 戴儿 我是长哥 我是你表姐 什么 你 这怎么可能 你跟你长哥 长得一点都不像 真的是我 我真的是长哥 你还记得小时候 你打碎了母皇最爱的九龙斩 还是我帮你顶得罪 还有 你弄失了太夫的孤本 还是我帮你求的情 不是我还能有谁 你真的是李长哥 我真的是长哥 戴儿 你相信我 我醒来就在悬崖了 还毁了戎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真的是长哥 你相信我 真的是你啊 表姐 没事 回来就好 对了戴儿 为什么有个 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登基成帝 他还跟子叶在一起啊 原来他也不认识 那个冒牌货 那就好办 老天有眼 这回 我看那个贱 怎么逃过这一劫 你不见了 自然就有骗子 贪图皇权 冒名顶替 不过你放心 既然你已经回来了 假的就变不成真的 验品终究是验品 蹦打不了几天的 子叶不会有什么危险吗 他不会伤害子叶吧 来 放心 今晚百国朝夜 我自会带你混进去 到时候 你当众拆穿他 坏人自然就被救地正法了 那好吧 啊 这该死的舒坦 真是久违了 除了李长哥 还有谁这么听话呀 走吧表姐啊 来 喝酒喝酒 来 这俩是谁呀 炒成这样 还敢出来吓人 小声点 那是陛下独宠的薛皇妇 那是他娘 这是他妹 这个老娘们嘴肿得跟香肠似的 旁边这个就是那个嫁不出去的薛家老姑娘吧 一想个猪头 真有陛下的脸 都是那个贱人汉 我都说不来了 你非得把我拉来 现在可好 让这么多人耻笑 不来的话 怎么看那个贱人从皇位上跌下来 我可不敢错过 这看笑话的事 也是 有自己人在 你哥做起大事来 也有底气 陛下驾到 参见陛下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如果是一切拜见 你 你信陛下安 奉大堂天子之命 恭贺周国女帝登基大喜特 献上镇国之宝 天龙剑 祝女帝陛下 前纲独断 一统江山 待我谢过堂皇 祝我们两国有羞和睦 世代无恙 这大堂天子都派人来了 这女帝面子真大呀 谁说不对 大堂可惜百国技朽 最强大的国家 这连大堂天子都要给她三分面子 咱们还是用着 咱们还是用着点 那到今晚的计划 暴露了 今日乃是百国朝宴 感谢各路史城不远万里来恭贺镇的登基之喜 在此 正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要公布 周国境内十路兵马 从今天起 交与薛子叶一人 统领 明权就交给你个赘血 这也太糊涂了 国言是一个辅导人家 他就怕心理权下有知 薛子叶 你还不接纸 臣薛子叶 领旨 陛下糊涂啊 这赘血 我霍乱朝钢啊这是 好好的兵权 就这么便宜给了一个赘血 少在这招舍给你 要不要脑袋了 你 看不清我哥 顿着瞧好吧 铁闷 今日 我要当着文武百官 和诸位使团的面 宣布一件大事 今天 我要当着文武百官 和诸位使团的面 宣布一件大事 但在宣布大事之前 我想当着文武百官 和各位使团的面 说出我积在已久的心里 陛下 这些年 您为我大洲 为大洲的百姓 做过 这 政策刚登基不久 你为什么问这个 好 我来替陛下 陛下自小被封为皇太 十八岁的时候便开始监国 在此期间 悟不腐败不堪 黄河天天泛滥 导致民不聊生 百姓流离失所 在这期间 陛下你干什么 你还有何话可说呀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身为异国之君 不畏国为民女 什么意思 我来听你说吧 他这个时候在干什么 他在风花雪月 他在儿女情长 他不问朝政 不关心百姓 是天下于不顾啊 所以这样的人 怎么能当我们的储君 这还不天下大乱 甚至 刚刚登基 就害死了金丞相 是他背叛者 正背处他 自己羞愧难当自杀于 正何干 听听他说的 这真是狡兔死走狗烹 飞鸟尽 梁公草 刚刚登基就害死忠臣 陛下 您害死忠臣 您的心里 不会痛吗 不仅如此 他保虐成性 经常把我这老婆子 打得不成原样 我作者 他不仅打我娘 就连我也常遭毒手 原来的九颗女帝 是由此不成言 哎 无道昏君啊 薛子叶这些年 也算是长尽苦头了 主位 我在此宣布 从今日起 我将召集十路兵马 推翻暴政 令力新军 我将召集十路兵马 推翻暴政 令力新军 紫燕 你该不会是在跟阵 开玩笑吧 张哥 对不起 我真的很爱 但我不忍心 看到大洲江山 葬在你的手里 所以 我只能化小爱为大爱 大义灭亲 把江山射起 从你的手上 给拯救回来 与其让他糟蹭 不如我们 拥立新军 他把兵权都能送给他人 哪天一高兴 把天下都送给别人了 哎 荒唐啊 荒唐 把江山射击党儿戏 还是把他换了吧 好一出 金中切国的好戏 趁感动的眼泪 都要出来了 薛紫燕 正问你 你今日当真要反 反 必须反 跟这种昏居 还有什么好说的 反了他 就是 他不过是 没了兵权的女帝 只老虎而已 怕什么 君王无道 我等不能助纣为女 我支持反他 臣负义 我也是 慢着 再观察观察 他从跳崖回来 就像变了个人 此事绝不简单 你说你要反 众人可都听到了 你可知 反贼的后果是什么 我只知道 弃子的下场是什么 你别后悔 绝不后悔 周国女帝也是傻 稀里糊涂 就把兵权给交出去 现在呢 傻了吧 可不吗 头发长 脑筋短 果然女人哪 还是不能干预朝政 你可知道 这把天龙剑 是什么 你可知道 这把天龙剑 是什么 不就是一把剑 不过就是 堂皇送给你的玩具 罢了 怎么 你难道想说 堂皇他还会帮你 薛子叶 我之前只觉得你朴性 没想到你竟然还这么愚蠢 大唐天子贴身欲剑 剑剑如剑堂皇 此剑可调动大唐百万雄师 指挥千军万马 但凭你有十之雇 也可将你斩于剑下 堂皇又不在 自然是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好了 不要再演戏了 只要你乖乖退位 我可以饶你不死 就是 你还是乖乖的签了 退下 少在这威严所听 慢 文大唐皇帝圣誉 贺州国女帝登基之喜 特赠郑国之宝天 入其稳固江山 垫顶国基 今 女帝左言非虚 我皇赠女的 确实是大唐的百万精兵 而且现在就在边境后 只待女帝一声令下 就可荡平大洲全境 剿灭叛贼 怎么会这样 这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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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官告急 大唐军队并临城下了 兵官告急 大唐军队并临城下了 军邦是今天 这 这可怎么办 唐军杀过来了 论兵力 我们周朝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这可如何是道 没想到啊 他竟真的认识唐军 我真留有后手 真有你的 紫叶你胡说什么 不是你要费了朕吗 大家可都听到了 是他 薛紫叶 骗取朕的信任 利用朕的兵权想要叛乱 现在又在这里泼什么遭水 若不是朕被你迷惑了 又怎么会交出兵权 就此作弊 你迷惑君王 扰乱朝政 意图谋反 今日 我便请唐皇之师 若今评判 倾军策 将尔等叛贼 就地诛杀 陛下 陛下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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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陛下 此事都是薛紫叶 一人策划 与我们无关的陛下 是啊陛下 薛紫叶这个叛贼 人人得而诛之 陛下 快杀了他呀 对 对 还有他那个老娘 和他那个妹妹 一个都不要放过 造反在我们大堂 可是要诸九族的 娘 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呀 老致今日 当初他刚进门 就应该把他打死 是个废友 嘿 放晒 你 竟敢冒犯军 不敢 不要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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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来人 带走 带走 我不走 放开我 臣等误会陛下 还请陛下恕罪 请陛下恕罪 众卿凌威守节 何罪之有 臣不但不会罚你 还要狠狠地赏你 这十支兵符 待朕平乱之后 将重新分配 而等当务之急 是诛杀叛贼 代罪立功 臣领命 是老子来 还是你亲自动手 薛紫叶啊薛紫叶 从天堂跌到地狱的滋味如何 不必摔下悬崖痛 怎么会这样 他不是爱我 怎么会这样对我 你不是李长歌 你根本就不是李长歌 你不是李长歌 你根本就不是李长歌 李长歌的这么爱我 他怎么可能做去陷害我 你是谁 你到底是谁 我就是李长歌 被你亲手害死的李长歌 被你亲手推进悬崖的李长歌 没想到吧 我没有失忆 我都记得 被你和李丹亲手害死 把我的孩儿也亲手伤害 紫叶 我很爱你 可是你配吗 对不起 张歌 对 对不起 都怪我 不 不怪我 怪那个李弹 是他勾引我 所以我才鬼迷了新桥 他勾引我 让我帮他夺取皇位的 这样 你去杀了他 不 我帮你杀了他 薛紫叶 你还真是不要脸到登峰至极呀 所有能顺高牌的女人你都会利用 利用完你就扔掉 这薛紫叶真不是个东西 他这不就是想吃绝户吗 幸好女帝英明 不然就被他得逞了 薛言 事到如今 你还有什么话想说的 薛紫叶 被你亲手推进悬崖的那个李长歌已经死了 现在这儿呢 是来找你索命的厉鬼 我认了 我都认了 拿剑来 随藏 大丈夫 生当为人解 死 亦为鬼凶 我薛紫叶 死而无憾 你 慢着 你不能让他死 这谁啊 因为你根本就不是李长歌 你根本就不是李长歌 小多人 谁让你混进来的 李丹 又搞什么鬼 他 根本就不是李长歌 他是个冒牌货 来人 把他给我抓起来 放肆 你一个罪人 竟敢说陛下是假的 把一个根本不像的女人带进来 就想冒人 这下好了 戏更热闹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冒充我 他是没 他真的是没 我能感应的 他回来 你怎么冒我 奔死了你 你自己长得也不像李长歌呀 难道 他们两个都是假的 你说你是李长歌 那你可有证了 你还记得三年前 我们大婚 母皇赐给我们的一堆定型信物呢 当时诸位都在场 母皇的恩赐 大家都有目共睹 对 我记得先帝曾亲赐了一个吊坠 我想起来了 那是七宝琉璃坠 西域金贡的绝世国品呢 当今世上难寻第二对啊 没错 这七宝琉璃坠 世上仅有一对 一枚 在我这儿 还有一枚 在紫叶那儿 一枚 在我这儿 还有一枚 在紫叶那儿 这就是七宝琉璃坠 色泽具体 参不了假 这信物是真的 可这人嘛 可说不定 对 毕竟你的脸 可一点都不像 就是 你长得还没他像呢 吊坠而已 也不知道是偷的还剪的 谁知道的 你说你是李长哥 那除了这个吊坠 你可还有别的证据啊 我就知道你们没那么容易相信 为了揭穿他这个冒牌活 我可是下足了功语 宣 柳太傅二皇子觐见 二皇子柳太傅到 皇室血脉不容混淆 唯有滴血厌亲 才是最好的证明 只要让他和二皇子滴血厌亲 真假 自荐分享 来人 喂水 血真的相容了 难道他就是 你真的是长哥 这个也相容了 这怎么不能相容啊 长哥 真的是你吗 那时候的那晚 你还记得多少 四爷 我 你的脸怎么变成这样了 是啊 怎么长到他身上去了 我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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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 我 是他 我的脸都是他爱的 我 是他 我的脸都是他爱的 怎么会是我呢 长哥 你听我说 你为什么要害我 你为什么要夺走我的脸 还抹掉那段记忆 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 我是怎么会容得你 为什么 真是天主魔言语 他果然是 长哥 你回来了 真的是你回来 太好了 真是苍天有眼哪 让我在临死之前 还能再见到你 死 你为什么要死 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 你不会死的 我没用 让皇位 落入坚韧的手中 我还没能保护好你 我该死 紫燕 这怎么能怪你呢 你千万别这样 放手 放手 你个窃过贼还敢休战 你赶紧从皇位上 给我滚下来 嫂嫂 你不在的时候 我们被他折磨得不成样子 我的脸都是被他毁的 是啊 长哥 我这把老骨头 都快被他给打死了 你为什么要伤害我的亲人 亲 长哥 在这世上 只有我才是最爱你的亲人 他们怎么配 长哥 你冷静一点 听我跟你说 说什么 说你是怎么设计 逼死子业 在中他九族的 什么 这段时间我不在 你有没有受伤 没事 只不过 我被他这张脸给骗了 他把穿过玉玺片走 拿去登基了 什么 玉玺 你凭什么登基 你知不知道 玉玺和皇位都是我留给子叶的 知不知道 玉玺和皇位都是我留给子叶的 长哥 大舟的江山那是母亲遇刺给你的 你怎么能够生让给外人 外人 紫叶不是外人 他是我最爱的亲人 你呢 你又是谁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 他不是李长哥 他的登基大典统统不作数 那他对子叶下的杀令呢 一并非除 今天只要有我在 谁都别想伤害子叶 长哥 我都是为了你好 这个血子叶他根本不配你爱他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不关你的事 长哥 没事 只不过我当时知道你死的时候 我恨不得下去陪你 是啊 子叶他差点都弄自杀 幸好被我拦下了 你看 当时拦下的刀疤还在 事到如今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他刚刚拿到兵权就要谋反 大家都看到了 我们西看到了没错 可你也不洗肩带 就是啊 你一个冒牌货管那么多 没想到你这个女帝 这么快就当到头了 既然如此 这把天龙剑也该物归原主 怎么 圣语上可是写得清清楚楚 赠予李长哥的 你该不会是想赖账 那城外的百万兵马 就是我们的了 堂皇乃是一代明君 自然不会言而无信 区区一把剑 莫非 你是什么的 好 剑 我给 主上 百万兵马是堂皇留给您的 为什么要送给这种小人呢 堂皇亲口欲言当然不会变 这把天龙剑 还有城外的百万雄狮 就是赐给李长哥的 好 算你言而有信 这把剑先交给我 我来替长哥保护 早知道你送这么大的礼 就应该让你多当几天女帝 妈 刚才大家都听到了 堂皇所说这把剑赐予的是女帝李长哥 既然你们都说我是个冒牌王 那么他呢 他并没有登基 也就不是女帝 更没有资格 你这是抢赐多礼 小耍赖直说啊 你是何方要念 怎么老跟我儿子过不去 没事 子爷 我的兵权给你 大洲的皇帝 我也让给你 长哥 你对我太好了 我们是夫妻 不分彼此 我不同意 你凭什么不同意 就凭 我也是皇室悬脉 什么 你说你是皇室悬脉 没错 我也是李侍后的 所以我不会让李家的江山 拱手让给外人 高国的皇室怎么这么混乱呢 今儿可真闹得 一口酒没喝 看西医都看薄来 你这个四骗子 你又想冒充谁啊 真是不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插手 长哥表姐的事 你费尽周章地冒充我 又被拆穿 现在又说自己是皇室血脉 你到底是谁 你到底想干什么 长哥 长哥 是我 我是姐姐 你还记得我吗 十二年了 我回来找你了 我终于回来找你了 姐姐 花开冰定 王国之招 你说外人朝拜 而我只能躲在角落 隐姓来你 李侍后还记得 我这个姐姐 妹妹 你得走了 主子 妹妹 你不要离开我 风声也是王国之招 把他送走是陛下的旨意 你公主你怎么能抗主啊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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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是我的姐姐 我对不起 我回来晚了 没事 你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姐姐 自从你走了以后 我每年生辰 都很想你 这么多年 你去哪儿了 你过得怎么样 傻瓜 当年我被秘密送去唐国当质子 等到堂皇垂青 被送入军营 现已经是万军统帅 莫非 他就是那位令人闻风丧大的 大唐女武神 那城外的兵马 不都是他的了 他万一要是一声令下 那我们不死定了 完了完了 惭罪了他 我们怎么办呢 不管怎么样 你回来就好 姐姐 你不知道 母皇临走之前 他一直都很想你 母皇 母皇他 这么说 大唐黑黑有名的女战神 原来是九哥的公主 没错 当年是有传言 先帝诞下的 是一对双生女 长哥 他真的是你 子爷 我一直忘了告诉你 我有个孪生姐姐 我找了很多年 我都没找到她 原来是黄姐 那真是不打不相识 敢问黄姐 尊姓大 李福峰 原来是大唐战神李福峰 久仰久仰 那城外的兵马 都是你的了 还不让他们赶紧退下 难道光建母国吗 没点规矩 浮风现在 可是大唐国的 女战神 想必啊 你看不上 中国这点兵马 这兵权 还是归我儿子管吧 后宫不得干政 兵权 你休想燃止 我看在长哥的面子上 姑且叫你一声黄姐 就算你是大唐国的战神 也不能不讲道理吧 你冒充李长哥 还忘记了我 现在又把大猪的兵权 攥在自己的身上 算了 你到底是谁 是不是唐国派来的惊喜 是妻叛贼 还敢在这狗废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长哥 你看看你姐说的是人话吗 你还管不管了 闭嘴 四老太不再敢跟我们 别乱说话 我撕了你的嘴 姐姐 她毕竟是我的婆母 姐姐 她毕竟是我的婆母啊 一个薛氏贱气 有什么资格当你的婆婆 你 你马上就叛费 还有你 一个卑微数子狼子野心 妄图攀附权贵 取而代之 该死 不是该死 我是卑贱 但是我与爱人的权利 我爱他 我爱他 你看不惯我是吧 杀了我 杀了我 好 现在就成全 我爱你 长哥 长哥 你怎么这么傻啊 姐姐 我求你不要伤害自己 我爱他 我真的不能没有他 你要伤害 你就伤害我 我 只要他还爱我 我 为什么就看不出他 不知道你爱我 果然 我赌赢了 只要他还爱我 我就不会说你如放 我静止瞧了 快 快学御医 快学御医了 你安心去吧 你的皇位 就由我来替你做 你这张脸 我看着就讨论 我现在 就帮你毁了他 不要 为什么我会做那么可怕的噩梦 那个女人 她是谁 难道 我的脸 就是被她毁掉的 还有推我下悬崖的男人 怎么那么像 怎么了长哥 做我梦了 来 把药喝了 御医说 喝这样好得快 我的伤 姐姐 我姐姐呢 她是不是现在还在受我气呢 你放心吧 亲姐没哪有隔夜仇啊 再说了 是她伤的你 她难过还来不及呢 又怎么会怪你呢 我又喝了 紫燕 我做了个梦 梦 什么梦 我梦前 有个女人 她要坏坏我的脸 还有 好了 长哥 你答应我 以后不要想那些没用的事情了 可 可是 别可是了 长哥 我知道 虽然你失去了这张脸 但是你放心 我对你的爱 是不会消遣一丝一毫的 紫燕 你真的不介意吗 当然了 反正我爱的是你的地位和权利 又不是你的脸 你给她喝了什么 啊 姐姐 薛紫燕 到底要耍什么化妆 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 但是我也是为了她好 这样 是运一开的 如果你觉得有问题 你可以找人去验呢 再说了 如果不是你伤了 还用得着可用 你 姐姐 长哥 我知道你不喜欢紫燕 可我和紫燕 早已经是夫妻了 你离开了十二年 不得见我生活 我不怪你 可我希望 从今晚后 也能尊重我的选择 长哥 你怎么敢懂得 懂你身边的这个男人 真的爱你 我才是你的亲人 我能爱你吗 这皇室之间手足相残 再说了 你一回来就冒充他夺取皇位 我倒怀疑你这份真心 有几成诚 笑 你三句话不离皇位 挪位之心 人人可见 狼子野心的应该是你了 这皇位你还要做多久 战神大人 我不做 你也别想做 够了 都别吵了 长哥 我也不想跟他吵 是他先气我 毕竟 先帝把位置传给的是你啊 不 子野 孙儿 母皇弥留之情 嘴里一直喊的都是姐姐的名字 他觉得我懦弱无刚 想让姐姐来主持大局 可是我这么多年都没有找到过他 最后才 现在你知道 先帝当时病入膏肓 神志匮乏 那是我说的话 他不做数的 再说了 先帝的遗嘱上写得清清楚楚 传位的是给你啊 可是 别可是了 妹妹 母皇清典的继承人是你 那就是你 你的皇位 谁也抢不走 你先养好身体 等把身体养好了 再起班继承大典 姐姐 那你呢 你是不是又走了 我不走 我会陪着你守着皇位 不让某些小人 继扬 非要跟我作对 就怪我不客气了 这么晚了 你约我来这儿干什么 紫月 我想通了 我愿意变回从前 做那个对你有用的女人 是吗 你就 抢好了吧 不好了 大公主要受伤自杀了 公主 公主你可千万不能做傻事啊 公主 你别拦我 我时针瘦弱 孩子也留了 活着也是给表姐蒙羞 你送开我 让我去死 让我去死 戴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端端的 为何要寻死 表姐 你让我去死吗 我活着也无眼见你 戴儿 让我去死 戴儿 闭嘴 闭嘴 不许说 我说过 不许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 尤其是在表姐面前 我们两个亲如姐妹 有什么事情不能说的 你快说呀 公主她被你姐姐派来的人给玷污了 我伤孩子又被打掉 什么 姐姐 她 她怎么会 我有这么好心 帮你打掉野肘 傅峰 傅峰表姐 我错了 我不跟她产歌表姐面前胡说 表姐 都是子虚无有的 是我胡乱编的 不是真的 姐姐 难道 你真的对戴儿 没有 没有的事 没有 傅 我有 我打掉了她和蝎子叶的孽种 李傅峰 你害我也就算了 你为什么还要污蔑我 你想让我死是吧 好 我真就去死 我真就去死 姐姐 你这样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我过分 你怎么不问问她为什么恬不知指的为婚仙玉 我还不是被你陷害 才被一群罪人给玷污 在哪儿玷污 在黄寺后院的柴房 表姐 是她救我过去的 可是谁知道 等待我的 是去畜生 是吗 在黄寺 还是十天之前 怎么 你十天就受孕了 你是被母猪附体了吗 是啊 是男女欢愚过后 才十天是不可能还孕的 最少也要一个月才会有脉小 戴儿 你是不是身体有什么不舒服 我帮你叫孕医吧 不用 不要急 我没事 我只是头有点瘀 那就更得看大夫了 来人 传御医 殿下 请 如何 戴儿身体怎么样 从外校上来看 戴公主小产才不久 又不节制 房事又过于激烈 已经损伤了泥体的根源 戴公主 怕今生 难以怀孕 放肆 你这个犹疑简直除车 我要把你剪了 公主饶命啊 魏臣确实是依据脉象上 来诊断的呀 十日 又是怀孕 又是小产 还能玩到不孕 大公主 你还真是本朝第一 还不都是你害的 李福峰 你迟早会遭报应 报应 你害在长哥孩子的时候 可曾想过报应 如今的下场 这就是你的报应 我什么时候怀过孩子 我怎么不记得 你们两个同时怀的孕 太医院有记录 微臣愿意作证 当晚就是胡太医诊断出 戴公主有孕 更为奇巧的是 就在当晚 胡太医就失足落井而亡 死得是不命不白 还请殿下 为胡太医申冤呢 以为杀死个胡御医 就能瞒天过海 可惜啊 天都不帮你 不是 表姐 你听我解释 够了 未婚先遇 混乱攻围 还想栽赃陷害 离间我一场歌 该当何罪 表姐 我错了 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 你饶了我吧 表姐 所以我的那个孩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 唱歌 唱歌 黄金 你饶了我吧 黄金 我再也不看了 滚开 唱歌表姐 紫燕 姐姐说我失去过一个孩子 这是真的是假的 好端端的 怎么问起这回事 你就告诉我是真的假的 是 是有其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哭哭哭 就知道哭 这饭还能不能吃了 就是 你们姐俩合体好玩 信不着人管 生日期 娘 我莫名其妙失去了一个孩子 难道我连弄清楚的权力都没有吗 你还好意思说 你嫁过门三年 连个事都没下一个 娘 沈家姐姐是战神 杀人不眨眼的内容 咱们哪来说 是不是 你姐姐回来 你就了不起 就会骑到我头上来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看你就是这个意思 想起之前受的什么就乱起 是吗 你要是真没有的话 不如 把这碗汤 这里没有云枪 我怎么能喝呢 你不喝 就是瞧不起我们 我 你姐说 我是妾神 我的儿子是庶主 根本配不上 就是瞧不起我们 你儿仨 我没有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们千万别多想 没有 没有的话 你就把这碗汤喝下去 就相信 过敏又算得了什么 我这张老脸 被你姐打了 到现在还疼呢 长哥 这要怪 就怪你的姐姐 她做事很辣 不留情面 为了咱们的家庭和睦 你去受点委屈吧 四爷 你 你什么你 你姐姐差点要了 我儿子的命 她受的委屈 可比你多多呢 厉长哥 我倒要看看你为了爱我 做的什么分事 放肆 剑腹 尽敢过海楚军 话别说那么难听嘛 我们不过是和黄嫂 闹着玩而已 闹着玩 她什么身份 你什么身份 你配合她闹着玩 你 树 还有什么资格待在这儿 嫁进来的可是你哥薛子叶 又不是你 姐姐 英雄不论出身 咱们又何必拿身份 咄咄逼逼人呢 长哥 你糊涂啊 你忘了他们是怎么 迫害你生命的 母皇经历九死一生 才生下你 他带你如珠如宝 不是让你在这 伏地做小的 记住 你是公主 不是奴婢 爱你的人 只会更爱你 不会像现在这样 作借你的 我们 就是跟黄嫂 开个玩笑 哪有作借 开玩笑是吧 我也跟你开个玩笑 你给我走开 女儿 没事吧 没事 反了你们了 还有没有天理 紫燕 我 我教训教训 这两个没有规矩的贱人 紫燕 我狠狠的打 又要再 天塌下来 我顶着 我就不信 这两个黄毛丫头 还能上天赋场 你看 他在他家人面前 都不维护你 那说明什么 说明他根本就不爱你 长哥 你醒醒吧 你爱错人了 他的心里 只有他自己 真是可笑 我的儿子 他不像着我 难道像着你们两个外人不成 外人 这里是皇宫 说的说我李氏皇子 你才是外人 哎呀 我不活了 我这 我这老脸都快 被安静分科聚了 我该怎么活呀 我不活了 儿子啊 你不得给娘做主吗 娘一把是一把 娘的把你拉扯的 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你是娘娘 还是要那个贱人 从今往后 不许在我面前 诵骂公主一句 公主是君 我是臣 我所受的一切 皆是君恩 今日 是我没能照顾好公主 臣 罪该万死 子爷 我可是你老娘啊 这个贱人 你连娘都不要了 闭嘴 从今往后 俺俩 不许踏入皇宫一步 哥 你说什么呢 你这是要把我跟娘 赶出皇宫吧 子爷 我可是你的亲娘啊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啊 你让我这个老太婆 你让我上哪儿去 那就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 你本就是薛府妾氏 回去做你的十八房姨娘去 你 那我不又成竖女了吗 不 哥 我不要回家 我不要被人看不起 我也留在宫里 我要等着做公主啊 赖蛤蛮也想当天鹅 你梦可真大 来人 把这两个贱福给我拖出去 拙出宫门 是 子爷 你不能不要娘啊 你不能不要娘啊 子爷 长哥 这些年 我没能照顾好你 你一定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受了不少委屈吧 你是真看不见 还是装瞎 自古忠孝男两拳 我既想做一个好儿子 又想做一个好儿子 可我没想到 却让这边人受情而去 但我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这一次 没有人会夹在我们之间 只有 我和你 真的吗 我为了你 连我的母亲和我的妹妹 都能舍弃你说的 子依 果然是舍不得孩子 套不着狼呢 谢子依 你是个人 你还有脸来找我 子依 我都是为了你 才变成如今这般模样 你不能这样对我 废了我 我看你是为了你自己吧 李长哥说他爱我 我信 你 什么什么 这么说 你是要彻底一脚踢开我 李戴 我是不是告诉过你 我喜欢对我有用的 而你现在 连孩子都生不下来 这有什么用 你这个狼心狗肺 别碰我 李戴 我之前就告诉你 如果爱我 就应该爱我的全部 我才不是李长哥 那个蠢货 我告诉你 你休想 那你想干什么呀 你说我要干什么 当然是要你 跟我一起陪葬 慧气 我的孩子 你安心地去吧 是娘没有保护好你 等娘找到凶手 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 那是什么 这好像是 奈儿的宫靴 为什么会在这 难道推你入牙的凶手 真的是他 姐姐 戴儿失踪了 我已经派人满宫上 下去找了 可是到现在 半点消息都没有 看来他也坠崖了 我原以为 这只靴 是你坠崖时 他落下的 可看这靴子上的 你这么新 应该就是昨晚 什么 你是说 戴儿也被人 推下悬崖了 这可怎么办 紫燕 戴儿失踪了 姐姐说 她也被人推下悬崖了 你先别着急 我已经查到 主死马迹 现在去问 来人 启离公主 但公主昨日深夜 的确去过后山悬崖 她有说她是去干什么吗 她 她说 扶风殿下说了 只要她乖乖去 就会放过她 放肆 竟敢污蔑 你堂堂一代 女战神 谁敢污蔑你 再说 满国的人都知道 你容不下 你代 你想迫害她 不是一字 两字 姐姐 我真没想到 你会做出 这种事情 你仅凭一句话 叫任天是我 我可是 你的姐姐 你是怎样害戴耳朵 我都知道 我只是不想说而已 她现在已经 失去了生育能力 你为什么 要好好夺走 她的性命 所以 你还没有证据 就在你心里 给我宣判了死刑 主张 你代找到了 戴耳 我还以为 她也像李长哥一样 休息压力 爬不来 戴耳 戴耳 都怪我没有 保护好你 戴耳 戴耳 人死不能复生 长哥 戴耳 戴耳 我相信 戴耳 在天有灵的话 一定会 一定会保佑我们 查到凶手 你什么意思 请问这是什么 戴耳 戴耳 紫燕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个为什么 在戴耳 受伤 可以死 李长哥 这个女人 为什么 这么难够的解决 你解释一下 用你那张 伶俐的嘴 解释一下 李戴的死 李戴 附中的孩儿 李戴 通奸的男人 幕后凶手 到底是谁 李戴 李戴已经死了 他不能拿我怎么样 只要长哥还爱我 他怎么会说 是 这是他抢走的 昨天晚上 他疯疯癫癫的 过来找我 说什么 我是玷污他的男人 然后还自打 我看他是一个 女流之尾 我不想跟他计较 所以 长哥 我没能守护好 我们的定情情 是我的错 你打我 你打我 不 紫燕 这也不能怪你 李戴 他最近 确实 有点不对劲 你难道就这么 轻易相信他 长哥 你醒醒吧 你睁开眼睛 看看这个男人 他就是一个 人面受心的畜生呀 姐姐 我爱紫燕 如果你也爱我 就请你爱屋其屋 切受我的全部 原是故乡 故人不失去 十二年了 我的故乡 早已变成了他乡 主上 但如此不知好歹 轻信坚韧 咱还是回大堂去吧 陛下还在长安念着你呢 十二年前 是我身不由己 如今 我已经可以主宰命运 却绝不会让血清分离 可在他跟前 您是排在 须子叶后边的 他爱他 爱到失去理智 不愿清醒 我又怎能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如今之气 只有 好一个勤政爱民的 皇帝陛下 王姐 你就莫要取笑我 我呢 不过是替长哥分忧罢了 分忧 可我看你像模像样的 大舟在你手里 一定会更强大 怎么 我是不是说到你心坎里去了 战神大人 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对长哥 一片忠心天地可见呢 可是苍天无影 偏偏让你生成了卑微数子 你什么意思 名人不说暗话 离开他 离开他 他马上就要荣灯大殿了 你让我这个时候离开他 像你们这种生在云端的人 根本就不明白像我这样的数字 是怎么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的 战神大人 你有试过与狗同时 与狗同情 看来是没有了 那今日 我便给你讲个故事吧 我们家 虽是一方地主 但我爹 生了整整三十个儿子 其中十五个 整日 你打我去了 心情好的时候呢 我有一碗热汤 但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就只能与狗同时 与狗同心 那个时候 我也很善良 我也很隐忍 可我最后得到什么呢 家中的嫡子 继承了我爹所有的遗产 将我扫地出门了 连日日夜夜陪着我的那条黑骨 都被他们杀了 每一刻起 我告诉我自己 我有权力 我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我不允许有任何人 能够支配我的人生 只有我 只有我 才能支配 这世界上的所有人 我同行你的遭遇 可这与长歌无关 更何况 我觉得你就是牛蛮蜜 只配受人拆遣 你是真的 你就是个废物 你争家产 争不过你大哥 争皇位 又争不过我 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啊 杀呀 反正你杀的人 又不止我一个 你们在干什么 紫燕 姐姐 你们怎么会 长歌 你听我解释 根本就不是你 怎么不是 有人逼你把手伸向我吗 明明就是你 是 是我 是我用堂皇陛下的百万雄士 诱惑你 还有堂皇赐予我的西北风帝 你不说诱惑心动了 也是人之常情 唱歌 你不要怪他 他只是犯了一个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为什么 紫燕 你不是说你爱我吗 为什么还会对姐姐动心 我 难道 难道还是因为我的容貌毁了 所以你还是喜欢姐姐的样子是不是 我 姐姐 你不是说你讨厌他吗 为什么还要把他从我身边抢走 我只是想告诉你 你所谓的爱情就像是一台散沙 不用风吹就散了 你太自以为是了 你所谓的爱对我而言 也只不过就是绑架 你说什么 我说恨你 我恨你们 唱歌 唱歌 是姐姐打开的 是 她想冒充你登机 那你呢 你就不想登机吗 我 紫燕 你娶我 真的是因为爱我吗 当然了 我爱你 否则 当年我怎么会冒死 向先帝求娶呢 那戴儿呢 戴儿 李戴 关他什么事啊 是不是你解决又教唆 说什么挑拨 不关姐姐的事 是七宝琉璃坠 你说坠子是被戴儿抢走 可昨晚就寝室 我为你更衣 还发现它就在你脖子上 昨天半夜我醒来 发现你不在了 你去哪了 为什么第二天 它会出现在戴儿的尸体上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那昨天 昨天姐姐在场 要是被她抓到 谋杀皇室公主 她怎么可能放过你 这样你都没有解决 因为我爱你 紫燕 我爱你 那如果 我说这些事 都是真的呢 什么 我是说 如果李戴 真的是我杀的呢 你还爱我吗 我就知道会这样 我还有事 先告诉我 那我也陪你一起赎罪 什么 我知道 我相信你本性不坏 你肯定有你的苦衷 就算一不小心 出城了大错 我也会陪着你一起 由后半生去弥补 诚哥 紫燕 你听我说 我知道你以前 受出身的连累 过得很辛苦 后来又求娶我 被满朝文武口诛笔伐 骂你是坠续尚未 连母皇 都写些要杀了你 你吃了这么多苦 那以后 我替老天爷 来弥补你 来爱你 你怎么这么傻 可如果 有一天你发现 你姐姐说的才是真的呢 那 那 那都是误会 你跟姐姐的恩怨 我会想办法去消逝的 是于你吃过的那些 你所有的苦衷 我给你时间 等到有一天 你想告诉我 我随时得着你 我爱 这个 我爱 明月 几时有 把酒 问青天 唱歌 你来得正好 我有话对你说 姐姐 你不必多说 我都知道 子叶嘛 你那么排斥他 根本不可能跟我抢他 可如果不这样走 你根本就不可能离开他 你跟母皇还真像 都一样强势 一样想掌控我的人生 唱歌 我真的是为你好 你们都说是为我好 可从来没有人问过我的感受 不过现在也不重要了 因为我已经决定 在明天的登基大典上 把皇位传给子叶 不 我不同意 你怎么能把理事的江山 交给一个外人 我意义已决 来也只是告诉你一声 毕竟 你也是母皇的女儿 你有权利知道 长歌 薛子叶 他绝对不是一个值得你托付江山的人 他就是一个卑鄙的小人 值不值得 谁又能聊得到呢 他有治国之才 会比我更合适 可他心思歹毒 不仁不义 这样的人 一旦得到权利 对黎明百姓是一种危害啊 我跟他夫妻这么多年 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比你清楚 姐姐 明天的登基大典 你来最好 不来 随便你 长歌 你绝不会眼睁睁看着你走向神医院 主圣 按您的吩咐 弓箭手已经埋伏在悬崖边 只待您一声令响 就会提携八千云林军 逼宫整遍 另外 卑士一派人查到 后山的村民 有人亲眼目睹 那晚一男一女 合谋刺杀了长歌殿下 把他推出山崖 只要找到人亲自指证 薛子叶 一定愈处遁刑 走 随我去青鸾殿 我李伍峰倒要看看 他薛子叶 有没有这个皇帝命 太夫 你为何哭啊 我一直等这一天 等了十二年 爹 妈妈 陛下 你终于要成为一代明君了 太夫 我恐怕 要辜负你的心愿了 您这是何意 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 我决定把皇位 传给子叶 陛下 这万万不可呀 别说是先帝不同意 就算您的姐姐 也不会同意的 我猜到了 姐姐一定会不同意 甚至不惜出动兵马 我没有什么能与他 抗衡的底牌 唯有 我的性命 什么 你要以死相逼 让他顺利驸马登基 不错 这是我唯一 也是最后能为子爷 做的事情了 太夫 您是我的兽颜恩师 我希望您能支持我 别晃了 为了情爱 背弃国家 背弃先帝也背弃了我 你对得起我们吗 太夫之恩 长哥 来世再报 冤年呀 冤年呀 你为了他 不惜让出江山 他真的爱你吗 当年 是我上见先帝 求他成全你 可如今我发现我错了 大错特错 太夫 来人 把他给我带上来 是 进去吧 草民参见殿下 把你那晚看到的 又一时说出来 是 先帝偷袭那晚 还在国丧宵禁 可我还是忍不住 偷摸着 上山打立 后来迷路了 我就来到了山崖边 恰好看到一男一女 把一个女人 逼到了悬崖边 那个女的 打剑 刺伤了另一个女人的脸 紧接着 那个男的伸手 把那个女人 推下了悬崖 子依 这不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 陛下 你要装睡 谁也换不醒你 但让陛下有一天 愿意自己醒过来 灰尘永远站在你身边 不是 这不是真的 怎么可能是真的 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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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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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真的 长哥 你怎么了 我没事 紫燕 你怎么忍心害我 还有我们的孩子呀 长哥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想起了母皇而已 想起他想当年 反对我们在一起 你当时贵为金之玉叶 江皇觉得我配不上你 不过幸好 现在 我总算能给你幸福了 你真的 你真的 会给我幸福吗 还是 会再给我一场灾难 来 长哥 今日可是你 登记的大喜日子 长哥 你等了十二年了 应该高兴才是啊 你等这一天 一定也很久了吧 母皇了多少年 五年 十年 从你接近我开始 每一步都是你精心策划 你到底爱过我吗 母皇总说 我妇人之人 懦弱无缸 没有君王的样子 紫燕 你是不是也这么觉得 怎么会呢 我 就喜欢你善良 善良的没有锋芒 最后 连自己的亲生骨肉 都保护不了 没事 我再整理一下 你出去等我吧 好 君臣 都在金轮殿后着呢 我走了 周太夫那边鲜芒 把人带到长哥殿下那儿去了 什么 他还是太沉不住气了 非要打草精神 万一薛子爷发现了 让他给跑了 驸马到 王姐还真是紧不住气了 长长都不落下 今日我妹妹登七 我这个做姐姐的 怎么能不来呢 她的每一样东西 我可得替她守护好了 免得有些人寄予 你倒是挺认真的嘛 可你有没有想过 万一 我也是认真的呢 我是说万一 我是真的想跟她白头偕老 你是看她 死又死不了 躲又躲不掉 所以干脆跟她强行捆绑了吧 你 李伍佛 我给过你机会了 是你自己不要 那就别怪我 陛下驾到 我还万岁 还万岁 还万岁 奉天承运 天帝诏曰 皇太女李长歌 人品贵重 身孝阵宫 必能刻成大统 着 既阵登基 以皇帝位 亲子 五孝女李长歌 接旨 五孝 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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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爱卿平身 谢陛下 朕为储君十二年 对江山社稷毫无贡献 止于情爱 愧对列祖列宗 愧对先帝 太父 和诸位朝臣 如今寿命登基 实在得不配位 陛下怎么突然这么说 他真是要干什么 瞧着小人得志的样子 真以为自己能顺利得到防卫 邓王上 你妹妹爱的是我 朕 朕经过深思熟虑 决定退位让贤 将皇位 陛下万万不可 陛下刚登基 就要退位 令力新军 传出去叫人笑话 陛下 前几日百国朝鞭 已闹出一次乌龙惹的闲话 若再来一次 恐怕会影响江山设计 请陛下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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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向天下公养 领应担负起天下兴亡 凡是以百姓社稷为主 切不可谈一时之快 若朕非要退位 黄姐又当如何 取兵奏法 还是杀了朕 我听不懂陛下的意思 朕深思熟虑 决定将皇位 传给 李福峰 是吗 陛下 朕深心已断 无需多言 陛下 皇姐 你胸怀天下 以百姓为主 不拘泥于情爱 又有文韬五辈之才 一定会比朕 更适合做一个好皇帝 至于紫燕 朕有更重要的事 要交代给你 难道是要给我兵权 这样也好 留得青山在不怕煤柴上 只要我一拿到兵权 我求 紫燕 你过来 还想陛下明事 这样子 赐你一死 怎么了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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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你为什么会让我死 为什么 你有没有觉得 这句话很熟悉 好像我也对你说过 紫燕 你是想让我死吗 你都想起来了 对 我全都想起来了 你杀了我 杀了我们的孩子 你跟李待在悬崖边 看着我坠下悬崖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我那么爱你 原来陛下坠崖 是你跟李待干的 万神贼子还敢谋逆 丧尽天良 吓得好 这种秘贼 此不足心 对 没错 可你的爱 也实时证明 也不过如此啊 你知道母皇宁中间 继位的条件是什么 是杀了你 杀驸马而后立志 但是我拒绝了 我宁愿不要这皇位 我也要救你一命 可你呢 你却在母皇的头戚之前 亲手把我推下悬崖 根本就不配我爱 你知道吗 现在说这话 又有什么用 李长哥 你知道吗 我刚刚缺点 要爱你 我薛紫叶 从小到大 游生至死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爱一个人 我会爱一个人 可是你 是你亲手把这火焰 加灭的 李长哥 你 就是你最财忍的一个 反正 这皇帝我也当不成了 如果能死在你手里 我也算不愧 姐姐小心 李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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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傻啊 大医 小大医 向太医 传太医啊 太医啊 传太医啊 我曾经让你死 你牵上我了去 我哭不怕 我信了 不会 你不会有事 不会 我牵下 我 我杀了这么多你 我终于聪明了一回 我猜到 你会带病逼宫 也猜到 他会来杀你 保护了我这么多年 终于 我也保护了你一次 你会没事 我想你保证 姐姐 对不起 你这么爱 而我们却自责 伤害你 对不起 你原谅我了 你忘了我了 我们是亲人 只要你没事 什么都可以 都没关系的 你化成了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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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你 我 我 背不住 你 这一次 你 背不住 我 你 结果 来世 我来自 姐姐 你 我 我 我 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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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长哥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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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陛下 长哥 请 去做一只最自由的鸟 来生 不要再被牢笼锁困 姐姐会替你背负所有 你挣脱的秘密